你自早就知道了,就是第一個 break 也在回圈裡面,回圈它有點像一直跑 有點像開車的時候油門踩下去 假設我要中間就跳離的話 我不要說一直跑到結束,我不要到99,我可能到50就跳離的話 只要看到有一個 break 的敘述 它就會從回圈強制被結束掉 OK,就是break 什麼時候會用到break? 比如說像我這邊舉一個例子 像我們本來是要1加到99,可是你會看我們range 1-1000 1000的話,等於是它會到999才結束掉 可是我不要到999,我要到99就停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底下寫一個什麼? f,邏輯判斷 如果RA假如大於99,也就是當它變成100的時候 當它是100,那就幫我break 掉 意思就是說,從這邊跳開之後,它就跳到print 也就是下面這一行就不會被累加到 所以得到的結果一樣是1-99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你想說,你為什麼要特別用比較大的數字? 因為常常會有城市的需求,我根本也不太確定說 我這個範圍是不是全部都一樣 有一些狀況是不確定的 所以我怎麼辦?沒辦法,我從頭先跑完 就好像你找資料,它只會有一個 你找到之後,你就不要往下跑 你繼續往下跑會浪費程式的時間嗎? 找到了就不要跑了 這個時候當然你就可以用brake 所以brake的時機其實也還蠻多的 brake其實還蠻常用到的 所以以後你只要看到,城市裡面有brake的話 那意思是強制跳離城市的意思 強制跳離城市 這個brake還蠻有點像是油門跟煞車的概念 煞車就停下來了,不要再跑了 OK 好 如果等同於VPA的話 VPA 裡面就是叫Azis for Azis for 其實跟brake是同樣的道理 就是離開這個回圈吧 在VPA 是兩個字 Azis 離開 for Azis 空一個 for 那一樣是跳離 那底下的話,還有一個敘述叫 continue Continue 的話 英文意思就是繼續的意思 Continue 可是在這裡,其實城市裡面 我真的很少用到Continue 幾乎是沒有用到 其實我的理解,其實它應該不叫繼續 它應該叫做跳過 跳過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遇到它的時候 它就跳過下面 就是下面這樣不執行 就跳過 所以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底下的敘述是說 如果我要把基數全部累加在一起的話 基數 OK,基數累加在一起的話 那就是上面這個邏輯為數 什麼邏輯呢? 當 I除以二 它的余數為零的話 余數為零,那是偶數嘛 那 continue 意思是說 跳過 跳過意思是說 不要做下面的事情 所以最後得到的話,應該是基數的核才對 有沒有? 應該可以懂那意思吧? 只是說說真的 我再怎麼樣也會寫這樣嗎? OK 只是說我又要表達Continue 它這個敘述的用法 所以我特別還寫這樣 但是我說真的 你怎麼講 說真的 從來也不會想要這樣寫 跳過這個敘述 可能是因為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結構問題還是怎麼樣 我從來沒有用過 所以我 但是為了還是要介紹Continue這個敘述 所以我有大概意思 所以我的理解叫跳過 所以如果假設我的理解不太正確的話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一下 老師其實是怎麼樣 沒關係 OK,都可以 因為其實說真的 有些時候程式我為什麼會知道為什麼是這樣 其實都是run出來的 所以有時候你講再多理論有沒有? 倒不如你程式run了你就知道了 所以很多時候我看書上的東西 我大部分都是先讓程式 我再去看他為什麼 其實你亂出來之後 我就知道為什麼了 我甚至他講什麼 我根本也可以跳過了 而且大部分程式書籍 作者的表達能力都不太好 因為寫的其實也不太清楚 你看半天你還是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倒不如我們run了我就知道 原來你是做個意思 反而我有時候還自己幫他敘述一下 講的可能還稍微比他清楚一點點 OK 所以 他每個人理解不一樣 所以最關鍵的還是自己run一下程式 會比較精確 所以剛剛有提到Break跟Continue 這個我就不demo 你們可以自己再把剛剛的程式裡面加加看 剛剛主要是一個什麼 這個Break的話 你可以把後面這個結束的把它改大一點 然後當他是大於99 就是當他唯一擺的時候 那就離開 那Continue的話也可以試試看 當他是偶數的話 就跳過 意思就是說我只會累加基數的部分 所以這個應該算是方法三 有沒有 所以這個也可以把剛剛的那個程式 只是說你加這個反的 當然讓程式變得滿奇怪的是真的 OK 好 那底下的話呢 再來我們就來看那個九手塵法表 九手塵法表 那個九手塵法表的大概的規則是這樣 就是說 就是說 應該可以知道了 反正前面這個數字 就是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它的列 它是哪一列吧 有沒有 前面這個數字第一列 所以第一列 第一列的話是橫向 有沒有 橫向是列 OK 所以一到九列 所以前面的數字是列 後面的數字的話是藍 藍的話是縱向的 第一藍、第二藍、第三藍、第四藍 那當然呢 如果以那個小學數學是什麼 前面是 背乘數嗎 還是乘數 算了 我記得是背乘數 如果 講錯的話請你再糾正我一下 因為說真的 那個好像小學三年級還是四年級的小 那個那個 所以前面是一個 假設背乘數 後面是乘數 然後最後是乘數 有沒有 這結果print了出來 那中間的這個 這個 這個xx 我用x代替 大寫的x 然後呢 後面中間串一個等候 然後 在尾巴加一個 tab tab的話呢 應該知道吧 我們最好看有個tab鍵 在Word裡面 你應該也有用到tab 其實以前是藍跟藍之間的一個 一個算間隔 一般我們用tab 當然你如果用csv檔是豆點 有沒有 也有人用tab 以前的資料庫 資料表會這樣做 那這尾巴一定要換好 所以第一列 然後它的結論是這樣子 那我們要怎麼樣輸出 可以讓它完成 所以這裡的話 理論上會有兩個變數 加相乘的結果 所以這裡恐怕還是需要用到兩個回圈 而這兩個回圈 又不像剛剛那個基數偶數是分開處理 而是要把兩個回圈放一起 所以 兩個回圈放一起的話 會造成就是一個是內回圈 一個是外回圈 然後外回圈會先被執行第一次 那內回圈會執行 可能執行九次 然後又跳回去 那怎麼樣可以把兩個結合在一起 而不出錯 所以有的時候呢 如果遇到這種狀況 其實我的習慣是你先做第一個 你再把第二個拼上去 那只是說你要怎麼做 我們待會再看好了 所以請各位先嘗嘗看 然後試試看剛剛提到那個 Blake跟Continue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那個 有關九的懲罰表這個部分 OK